大家好我是Juan老师 今天呢我们要来上英文 那么这一堂课呢我们会学习到 就是有关一些宠物的名称 所以你看第一个还要你 Complete the crossword below You may use a picture dictionary 你也许呢可以使用一个 就是那个 什么 土话字典来帮你哦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题 它是指着这一只 这一只是什么 这只呢是小狗 ok是一只狗狗 所以狗狗呢我们称它为 Dog 所以你这边它已经有给你D了 所以我们只去把它的O 给填下去 所以是Dog Dog 第二呢 这个是一只鲸鱼 不过它不是那个大大只的鲸鱼 它是小小只的 那么我们称它为GOLD FISH 所以答案是GOLD FISH OK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 这个是一只鸚鸵 OK 鸚呢它是五眼六色 那么有些鸚鸚呢它还会学人类说话 但是是全部都会吗 它不是你要有教它它才会的咯 所以鸚鸵呢我们称为PARROT 所以它的正确的话它的写法是P-A-R-R-O-T OK 第四题就是这只乌龟 OK 它不是海龟它是乌龟 所以怎样分呢你就要注意看它的脚 OK 它的脚这样子来走路的 那么海龟呢它是游泳的 所以它的这边呢是长得不一样 所以这个乌龟呢我们称为TOTIS 所以是T-O-R-T-O-I-S-E TOTIS 第五题就是一只小猫 所以小猫是CAT C-A-T-CAT 第六就是一只老鼠吗 不是 就是一只昌鼠 那么昌鼠呢我们是可以把它释养 当作宠物养在家的 那么这个我们是称它为HAMSTER 所以是H-A-M-S-T-O-I-S-E 那么这只第七的这一只才是老鼠 那么老鼠呢我们可以称它为MAUSE 除了MAUSE呢在这边你会学到是新的一个词呢是RED OK 那么有人养这个老鼠的吗 没有 通常我们如果要养的话是养HAMSTER OK 现在我们来看旁边的练习 它要你Look and Write 所以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可以看下面 第一个给你选择是BUTTERFLY BUTTERFLY就是蝴蝶 CROCODIL 鳄鱼 FROG就是青蛙 LIZER就是壁虎 SNAKE 蛇 TIGER就是老虎 所以看第一题 The small is on the log 所以请问小朋友这是一只什么 这是一条蛇 所以蛇的一魂是snake 就把它给填上去 第二 The small is on the flower 看到吗 这个是花 这一只 它长得很像花 但是它是花嘛 不是 它是一只什么 蝴蝶 所以蝴蝶 我们称它为BUTTERFLY 第三 The small is in the water 虽然看到尾巴不清楚 可是它的头 却很清楚给我们知道 它是一只 鳄鱼 所以鳄鱼的英文是 CROCODIL 第三 The small is in the tall grass 所以看到吗 这是一只什么 老虎 所以是 TIGER The small is in the tree 它长得很像壁虎的 我们也是可以称它为LIZER JT The small is on the leaf 这只看到吗 这只 这只是青蛙 所以青蛙 我们称它为FROG 所以小朋友 你们可以把不明白的意思呢 都跟它填写下去 OK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练习 B的 它要你Full in the correct answer 在这边你会学到有IN 里面 ON 是代表上面 UNDER 是下面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题 The dog is 怎样? The chair 看一下 狗狗 它是在椅子的下面 所以这边 你要填写 UNDER UNDER The chair 第二 The lizard 是怎样? The pencil case 看到吗? 它是在这个铅笔盒的里面 所以答案是 In the pencil case 第三 The spider Spider 是蜘蛛 就是这一只 Is怎样? The book 它是在书本的哪里? 上面 所以是要放 ON 第四题 The rat is 看到吗? 老鼠 是在床的哪里? 下面 它躲在床底下 所以是要放 UNDER 接下来 第五题 J The cat is怎样? 看到吗? 车 它是在车的屋顶吗? 所以是车顶 它是在车顶这边 所以是在车的上面 所以是 On The cat OK 接下来 所以 最后一个练习 它要你Based on the notes given Complete the paragraph below 所以这边 它所给你的词 我们都需要填在下面 所以还没有填之前 我们来看 这支 Totis 它是 Raymond's pet Live in an aquarium 它是住在鱼缸里的 Has a heart shell 有一个很硬的壳 就是它的乌龟壳 乌龟壳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 看到吗? 这个壳 来保护它们的 Move very slowly 很 它移动得很慢 Eat leafly vegetable 吃菜的 所以Raymond has a 所以这边 Raymond 就是这个 找相关的词 所以Raymond 有一个什么来的 所以这是它的 什么 Pack 对不对? 就把Tack 填在第一题 It is a 它是一支什么 这是一支什么来的 这是一支乌龟 那么我们在哪里 看到乌龟呢? 有看到吗? 这个乌龟的旁边 它有放这个词 Totis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Totis 填下去 但是需要代号吗? 不需要 OK It has 所以看 这个字has 在上面 我们可以哪里找到 第一个圈圈 第二个圈圈 跟第三个圈圈 有没有看到? has 所以我们只需要写 has 所以后面突现的字 a heart shell a heart shell 接下来 it live in and 所以同样我们找这个词 live in and 在第几个圈圈呢? 答案是第二个圈圈 有没有看到? live in and 所以后面出现的那个词 鱼缸 就是我们的答案 OK 所以只需要把这个鱼缸填写下去 最后 it likes to eat 找这个词 eat吃 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圈圈 第二个圈圈 第三 第三 第四 第五个圈圈这边 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吃 吃什么? 小朋友 他喜欢吃蔬菜 所以把这个蔬菜圈起来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所以就跟着他写 最后 it move very slowly 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我们今天的练习 所以小朋友 你们有什么event吗? 有什么event的话 你们都可以WhatsApp老师咯 那么我们下一条课再见 拜拜 好 很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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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